这是一群超级丧尸 在老大的指挥下 他们的行动井然有序 他们生前是特种兵 尽管变成了丧尸 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 他们要做的就是抓捕东南亚最大的毒枭 在路上他们看到人就咬 甚至看到军方的直升机 直接搬起石头就砸过去 就在前几天 博士研究出一款丧尸病毒 他将病毒注射在了佩奇的体内 但没一会儿 佩奇就没了动静 博士接受不了实验的失败 约是将剩下的药剂 全都注射在了佩奇一家身上 不出意外 他们全都没了呼吸 他将死去佩奇 放在了实验室的笼子里 然后让工作人员 将剩下的尸体全都丢在了郊外 到了晚上 本就死透的佩奇 却突然活了过来 现在的他变得异常暴怒 佩奇穿破铁笼 跳到了弟弟乔治笼内 到了第二天 博士看到佩奇正在啃食弟弟乔治 他知道自己的实验并没有失败 与此同时 郊外的一头狐狸 闻到食物的气味 慢慢朝着猪崽子们的尸体逼近 就在他准备进食时 被丢在郊外的佩奇兄弟 全都活了过来 他们将狐狸吃掉后 相继躲进了下水道 另一边 今天是大毒霄转移监狱的日子 为了保证运送安全 监狱找来了特种部队进行押送 身在监狱的大毒霄听到风声 找准了时机打开地道逃了进去 与金颖他的人成功会合 两人骑着摩托潇洒离开 特种兵来到监狱后 发现独霄已经消失不见 他们在角落里看到了独霄逃跑的地道 最后带领部队 钻进地道进行搜查 等搜查进行到一半时 他们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等到一人上亲查看 猪崽之们相继冲出 对着众人开始撕影 子弹对他们丝毫不起作用 没一会儿便全军覆没 而独霄这边却风平浪静 很快他便逃出地道 成功越狱 与此同时 几个偷渡者在赶路的途中 被山上的特种兵发现 尽管偷渡者对他开枪射击 但丝毫没能阻挡特种兵的步伐 偷渡者被瞬间扑倒在地 剩下几人慌忙逃跑 没走多远 特种小队的其他丧尸 也追了过来 他们利用围堵战术 将偷渡者一一杀定 一个女丧尸要对女人动手时 却突然停下了动作 原来女人已经怀胎十月 他看着女人的肚子 轻轻抚摸 他感受到了里面的生命 突然 另一边 博士发现自己的实验 并没有失败后 连忙让工作人员 带领自己来到抛尸之地 在这里 他们发现了被吃掉的狐狸尸体 还有一只落单的丧尸猪仔 工作人员简直嫌自己的命太长 直接徒手 将猪仔抓住 他们将猪仔关在笼子里 运回实验室 一个大兵哥还不知好歹的 对猪仔进行挑逗 猪仔哪会惯着他 猛然起身 一口咬掉了他的手指 工作人员立马将他扶到实验室 找博士治疗 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病毒已经蔓延了他的全身 为了安全起见 博士将他绑在了实验台上 此时的大兵已经完全变成了丧尸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验成果 博士找来了军方观看 他将一个棒球放在了丧尸的手中 接着面领他将棒球捏棒 但丧尸小哥并不想搭理他 于是博士拿起了电击器 准备教训他 就在这时 丧尸突然挣脱了束缚 将一旁的工作人员打倒在地 军方眼看情况不妙 立马逃强将他击毙 现在唯一的人体实验品没有了 博士气愤不已 为了保证实验可以顺利进行 军方不得不答应他 帮他寻找实验品 刚好最近来了一批偷渡者 拿他们做人体实验 还可以解决偷渡问题 简直两全其美 另一边 独笑的儿子 在玩无人机时 视频信号突然丢失 儿子立马向前寻找 此时的无人机 飞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 小男孩突然听到奇怪的声响 等他转头看去 一个丧尸出现在了山坡上 不明所以的男孩 拿起石头 朝着丧尸砸去 丧尸哪能受这委屈 笔直朝着男孩追去 就在千倦一发之际 男孩的叔叔及时赶到 开枪将丧尸打倒 为了安慰小男孩 叔叔又对着尸体补了两枪 然后转身接着安抚 此时两人都没注意到 伤到的丧尸又活了过来 丧尸猛人冲了过来 对着叔叔开始私咬 毕竟毒贩也不是好惹的 叔叔直接和他撕打起来 没一会儿便解决了战斗 但他也被丧尸咬成了重伤 等他把父亲找来时 看着眼前的尸体 父亲感到惋惜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叔叔突然抱起 一把抓住了小男孩 但他并没有立即下口 父亲发现后 立马拔枪射击 直到顶到他的胸口 叔叔这才倒下 到了第二天 丧尸队长集结了一众丧尸 他们要对毒枭的大本营 展开攻击 在队长的一声令下 丧尸们发起了进攻 面对毒贩们的炮火 也丝毫没有拒异 毒贩们眼看不是对手 只能退进别墅 丧尸们也冲进了别墅 开始搜查 毒枭还想拿枪偷袭 但女丧尸直接无视手枪伤害 将毒枭一手抓了出来 按在墙上将他拎起 毒枭拿起手枪 对着他的脖子来了一发 女丧尸被打得接连后退 为了保护儿子 毒枭与丧尸扭打在了一起 在千军一发之际 儿子开枪救下了他 但这也引起了 其他丧尸的注意 男孩立马逃回屋内 躲在了桌子底下 丧尸破门而入 在房间内一顿寻找 男孩吓得不敢露出半点声响 但突然 好在男孩跟着叔叔学习过枪法 胡乱几枪打中了丧尸的要害 就在这时 军队赶了过来 一只丧尸不知好歹的 还想上前进攻 被军方直接打成了筛子 队长尽撞 带领手下举着双手走了出来 令人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开口说话了 随后一众丧尸消失在了烟雾中 另一边 毒霄等人眼看军队来袭 只好跑下地道 就在毒霄刚要下去时 一个丧尸冲了过来 抓住他的手就咬了下去 毒霄掏出手枪 将他顺利解决 但他并没有将自己被咬的事告诉同伴 而是隐瞒了下来 一行人开始了地道逃亡之路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地道的尽头 有着更大的惊喜等着他们